爷爷 喂喂喂 要我开始吗 啊,好了 我跟你们讲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丝试这个游戏 今天过不去 我们就 我先不管了 今天过不去的话 今天過不去的話 今天過不去的話 我們就必須忍受一個 不是這麼完美的結局 今天過不去的話 我們就必須忍受一個 不是這麼完美的結局 我們先把那個 我們先把那個 觸手怪結局先把他給打出來 然後我們回去那個 回去那個城市裡面 那個古堡裡面 所以我先把這個 湯風雲霧 那個是在一起 那裡是真的 你覺得很長的 要整個衣服 那邊是不怕 你說什麼 說什麼 現在還不是很難 要哭 那裡 這就是我們那時候達到的第二個 是說也許我應該研究一下 這座塔有沒有別的機關啊 哈囉哈囉 這個按一下它就會跑不同的門出來 我們今天最後我們再回去 把我昨天最後一直沒有辦法搞定的那些疑點 我們把它全部再重新整理一次 我一直都是開那個什麼來著 夜間模式 所以我一直看到的都是就是 黑色的背景 紫黑色的背景 我好像沒什麼感覺 不過今天我覺得它的對比色好像有點明顯 感覺是這個樣子 如果今天我們太早放棄的話 太早結束的話 你們可能就只能看我直播魔獸釣魚了 我們就去直播一下魔獸釣魚喔 你們可能可以看我直播魔獸坦怪 或是你們想要看魔獸釣魚 對 看我今天能不能把這個遊戲最後的謎團找到 我們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我們昨天到底 剩下什麼東西 昨天其實剩下的 剩下的東西很明確 就是 欸不過這邊其實還有兩個結局 昨天我們剩下的東西其實還蠻明確的 一個就是 那個保險箱 一個就是 那個時鐘 一個就是那個好像可以插 三顆水晶的那個 那個轉輪 那個轉輪 還有沒有別的 我想了一下好像 就這三個吧 保險箱 時鐘 跟那個 這個不知道算不算是一個謎團 不是很確定這個算不算是一個謎團 我是調夜間模式欸 哈囉早 我是調夜間模式欸 我忘記我在哪裡調的 他好像就有一個可以調夜間模式 對對對 這樣暗暗的看起來比較舒服 就適合我們這種 這個 喜歡按背景的那種 玩家 他之前改那個白底我也是覺得很不習慣 有啊我之前就改好了呀 我之前就改好了呀 我之前就改好了呀 這個垃圾保險箱 對啊我記得他以前的那個畫面還不錯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自己要把它改成那個樣子 很奇怪 嘖 這個地方也是 而且我覺得這個真的在動 你們真的不覺得他在動嗎 我真的覺得他剛剛有在動 他是不是真的動了一下下 我都懷疑是我眼睛出問題了 好 好像真的有在動對不對 等一下 齁齁齁我發現了 啊 我就說他為什麼一直覺得他有在動 因為他是真的有在動 天啊 我居然在這個地方 質疑他 這是我們第六天晚了 我們至少從第二天第三天就開始 每天質疑為什麼那個東西好像在動 然後我今天我才發現他跟後面那個東西居然是有關 天啊 他居然真的在動 啊 不是 重點是我們看他動好幾天好嗎 我每天都在懷疑他有在動 我就說你們怎麼都不回答我他是不是有在動 其實你們是知道的 是吧 哇那個東西在哪裡啊 我就說怎麼怎麼都沒有人跟我說那個真的是不是有在動 每次問都沒有人理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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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晶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感覺有點可疑的那個水晶 就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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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玩了很久了 但還有什麼幫助嗎 好像沒有什麼幫助欸 那我們還是缺一個 那我們還是缺一個 我們現在保險箱的謎題我們已經解開了 我們現在就只剩下那個時鐘了 那個時鐘我覺得他應該 感覺像是缺了一個 感覺像是缺了一個 一個表盤 一個面盤 我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缺了一個面盤 但是我們現在手上很慘的 我們只剩下一個螺絲起色 可以用 一個螺絲起子我們在幹嘛 我們現在手上只剩下一個螺絲起子 這個螺絲起子有可能打開那個時鐘嗎 我不是很看好螺絲起子打開那個時鐘 他剛剛這個保險箱裡面的信寫的是什麼 在桌上有 有一個新的箱子嗎 一個新的箱子嗎 我覺得我可能要去地下室 我可能要去地下室看看 這個遊戲你們不是玩過嗎 這個遊戲你們不是玩過嗎 喔不對你好像氣坑喔對不對 他的工作室是自己的 他的工作室是哪一間 他也就這幾個房間 有沒有地方可以重複使用 我們現在真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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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應該沒有東西 這裡應該是它的花法 這邊就是彩歌 不是這樣我都要看到東西嗎 螺絲起子應該也轉不開這個 這個螺絲起子它一定有什麼用 只是我一直 也許我應該要找到一個 可以用螺絲轉開的器官 有什麼器官 是我可以用螺絲轉開的 我剛剛不是在那個 我剛剛不是把那個保險箱給砸下來的嗎 它就在那個保險箱裡邊 就在你調那個的時候 你調那個 你調那個面板的時候 但是那個箱子裡面就只有一個水晶 其他東西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還是得想辦法找到 接下來的環節 這有點噁心 去它的書房看看 對啊我就是懷疑另外一顆在時鐘那邊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 只缺這個時鐘 它感覺這邊應該是 中間的指針 我在想一個就是中間的指針 然後一個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點不知道是幹嘛 那但是前提就是我要能夠把這個 我要找到一個地方是 能藏這個面板 這邊這些地方 我們應該是都看過了 因為現在其實真的 最可疑真的就只剩下這個時鐘 我覺得 最後一個謎點 最後一個水晶 我覺得跟這個時鐘一定是有關係 不在這個 不在這個 不在這個時鐘裡 也在這個時鐘附近 但是那個 這好像不是螺絲喔 這個不是 不是 這個應該是 你把這個米解開 它這個就會打開 然後它就會有東西彈出來 可是現在問題就是在這個 這個地方 到底是要 應該是要放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說有可能是要放一個面盤 表盤什麼的放在上面 然後或者是放一個 秒針或是什麼 對 它一定有東西 這邊一定有東西 不會 它都趁我不注意的時候自己默默的動 但是你倒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思考方向 也許它是因為我們在整點或是什麼時候來對不對 比如說兩個指針剛好指到這兩個數字的時候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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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真的就是 找找找看哪裡可以用這個螺絲 真的 這個地方是我們之前 我們把樓上的那個 我們為了要用樓上的燈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拆下來 這是我們之前拆剩下的結果 就是這個 會跟這有關嗎 因為畢竟我們剛剛先拆這個 它那個時鐘真的偷偷有在走 真的 上去再上去 一個錶盤 或者是一個指針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地方 我可以用螺絲起子 把類似指針的東西轉下來 然後塞在那個時鐘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方法 就是給它找一個替代的指針 但是我想不到哪裡有 替代的指針 它都挽過了 想一下想一下 就剩最後這麼一點點 不要跟我說米最後在電梯裡面 因為我平常都沒有注意這個電梯 不要跟我說它把米偷偷藏在電梯裡 為了確保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我要好好檢查一下這個電梯 看起來的確不像有藏東西的樣子 好吧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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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能點了 這麼怕 是說這個東西還沒有可能撞到別的點啊 如果他還能撞點什麼別的 我們螺絲其實就是之前就是用來轉這個東西 之前就用來轉這個 找一個能用螺絲起的地方 這個還能不能撞別的 好像也不行 而且現在已經不能動了 已經不能操縱了 這個也 這樣也不行 這個也都不能再動 什麼物件功能 喔對阿 可是 可是 嗯 他有的還是可以點 他有的還是可以點 這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我們現在是差一個時鐘的那個 只差一個時鐘的 他真的藏得很好 哇 想想看我們還有什麼地方 目前比較可疑的地方都已經找到了 看他要多收你多少錢阿 阿你還有就是你有沒有用到 這麼多的那個 上下型的那個 空間呗 999 那你本來是多少 如果本來是666的話 如果本來是666的話 這裡也是 其實也是我覺得 那所以只差99嗎 哇怎麼辦 只差99 升級這麼多 感覺好像就很划算 如果是我就會答應 很怕 看你有沒有用那麼多吧 如果沒有用到的話 就就 用不到就 就跑不來阿 這裡沒有像東西 PT是什麼阿 這個打不開了 需要一個能用螺絲器打開的開關 需要一個能用螺絲器打開的開關 那個保險槍打開也不多給我一點好東西 真想起 這裡會不會有 這裡會不會有 毛筆 個 鐘表 個 空的格子 沒有東西 定商也沒有東西 如果是我的話阿 我應該就會呆 因為我感覺我的網路用的蠻 蠻兇的 如果你們有用的像我那麼兇的話 應該可以試試 像我之前 我就是要去申請那個 中華電信那個什麼 也是 光式袋那個阿 我們 我們家那邊最近簽好了 可以拉那個光式袋 喔真的很坑耶 鄉下地方 鄉下地方 你要去簽光式袋 你還要先跟他填申請 他沒有 沒有機台那邊還不能申請 鄉下地方真的太可憐了 還不認真說 太可憐了 這感覺有像我新的東西 這感覺有像我新的東西 有像我新的東西 我新家啊 我新家那邊啊 我新家最近 裝潢的差不多了 千萬不要一個衝動點進去 剛剛那個水晶插好 它居然沒有任何一點新的反應嗎 這點也太奇怪了 照理說我們有一點新的步驟 它不是應該要有一點新的回應嗎 可能像這個就還可以動 很奇怪吧 所以有的可以動不行 不是很懂它的那個 那個點在哪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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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還沒有申請阿 我就想說 等我如果真的要住過去的話 再申請 那現在還沒有要住 這個不可以把它摳開呢 毫無特殊之處 就是一個小螺絲起姿 感覺它好像幫不上我什麼 這裡都已經玩過了 我現在 我現在等於是我可能想要買一台主機 然後接那個新家的電視 因為新家是有電視的 現在幾乎完全沒有線索阿 現在唯一的迷點就是那邊那隻 那一架石鐘 其實它真的感覺真的就沒有東西了 其他真的感覺 真的感覺還是只能在 有阿我新家有電視阿 就那個時候 就是買電器就想說 一起 就想說一起買一買阿 沒有阿我不知道耶 我還在想耶 那個什麼來著阿 我又不想 我又想 我想直接買那個電腦的主機 我想直接買那個電腦的主機 把它就是 它也可以上網 我沒有PS4阿 PS4是那個 PS4是那個 是我弟的 我自己沒有 是我弟的 他這個時鐘他真的有在跑 欸等一下 他這個該不會是跟著我實際的時間在走阿 哇賽等一下 OMG 那他這是什麼意思 這該不是要我們等到9點8點45分吧 這該不是要我們等到9點8點45分吧 8點45分吧 8點45分吧 我一直渴好煩喔 這該不是 難怪我就覺得這個時鐘是有在偷跑的 原來他是跟著我的時間走 那所以這個我現在量到 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他這個如果是跟我的時間的話 的確現在的確是8點33分 我的電腦顯示是8點33 那我們起不是晚來了幾分鐘 他不是起不是每15分鐘可以過一次關的意思嗎 那我們起不是只能等 可能是這樣子的我覺得 沒有其他選擇了 我們只能等了 我們晚來了 啊我們找個幾分鐘看到我們就不用這麼傻了 我的天 找個幾分鐘看到我們就不用等了 沒有我想直接去買一台就是筆電或什麼的 然後直接 用筆電很不行吧 可能要桌機吧 就直接買一台桌機 然後插那個 插那個電腦螢幕 然後我再買個遙控滑鼠 然後我就可以 就是把我的電視螢幕當成 電腦螢幕來用 然後他也可以用手機 WiFi分享這樣 這樣我就不用 我就不用另外再買那個電腦 我要看什麼東西 我就直接用那個 手機網路就可以看 對阿不然的話這樣 不然的話我還要簽第四台 可是我平常 我自己一個人是 不太看電視的阿 我都沒辦法直接看好了 可是 買筆電我感覺 你筆電你就浪費一個筆電螢幕阿 因為你是要擺在那個地方的 阿你筆電平常你又不用 阿可是如果只是主機的話 我隨便去裝一個 就是效能也不用多強 只要可以看影片的 隨便裝了一萬多塊的電腦 應該就可以了吧 去組一支文書機 組一支文書機 那種一萬多塊的 然後 只要能夠上網看影片的 然後我們同事是一直在慫恿我買一台 PS4 他說PS4你也可以當DVD播放 手機怎麼接電視阿 手機接電視要買轉換的那個線太多了吧 而且手機接電視我就不能一邊使用手機啦 我現在這台還很好吧 我這台很新欸 我這台 我這台 我這台很好的 電視盒喔 可是 我覺得很多東西在網路上 網路上看比電視盒好 之前我們家就是 裝那個中華電信的那個電視盒 然後根本就沒有什麼 根本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感覺被坑 你知道嗎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唉我們只能等到45分了 安博 阿我 我看那個電視裡面有寫什麼 內建愛奇藝還是什麼 是那個東西嗎 蛤 你跟我童年買的嗎 你什麼時候買的阿 你什麼時候買的阿 我看一下 唉我這台 我今天我這台配備還不錯阿 怎麼可能沒有那麼久吧 你什麼時候買的 我應該中間有換過吧 沒有嗎 看一下我的 我這台 我這台新的阿 我這台 很新貓我想一下 他要從哪裡看 i5 你是我是i7 6700欸 沒有沒有沒有我這台換 我這台是 播完之後我記得我又有換過 這台是i7 i76700的 我記得我這台沒有很久 因為 之前 之前那是更上一台 我其實可以直接拿我舊的去去用 可是我舊的好像有點記錯了 我舊的電腦都還塞在我的房間裡面 我其實可以拿我舊的去用 可是我舊的那台好像就是有點 就是 你知道的電腦用久的故障 咦我沒有說過嗎 i7 6700的阿 我真的不記得我換多久了 可是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我 這台沒有很久 蛤 可是我這種都是 各種 就是主的 那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的問題 那如果 而且重點是你知道我在這種偏僻的地方 我要拿去修 那我不是 豈不是要扛著我這一台 一台大電腦跑來跑去嗎 有點 不方便阿 我不知道要從哪裡看 這台總的沒有寫 我是什麼時候 我是什麼時候買的 我這台的顯示卡還是 GTX970 驅動城市日期 是去年9月5號 是這樣看嗎 不知道 現在藍光好像有點少 現在 在 我不知道從哪裡看我這台進哪 好 我 雖然想不起來 但我記得我這台是後來換過的 500多台 我們真正需要的頻道其實沒有那麼多啦 你知道的 有些網站 他提供了 大量的方便的資源 但是我們家可能會用愛奇藝吧 因為愛奇藝好像很無聊 聽說啦 蛤?你就住在那個蘇澳那邊嗎 你就住宜蘭那邊嗎 你有住宜蘭那邊嗎 好 好像說整個橋斷掉了 然後好像 有很嚴重的 傷亡現象 這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我還沒有看他調查 有沒有調查結果 還沒有 還沒有看到他有沒有調查結果 我們還要再等三分鐘 那我應該來剝個柚子 平板 主要是因為我主機我比較熟悉 我來剝個柚子 只要是電腦主機我比較熟悉 但是 手機平板 我就比較 我就比較不熟 包含遊戲主機 我都 都比較不熟 但是 那個 電腦主機我是比較熟 雖然說也沒有說很熟啦 至少我會知道說我要組一台電腦 我需要 我需要買買哪些東西 但如果是手機的話 我就不知道我要那個 我要我要我要幹什麼來的 那我不是要買一個很 很 很 很複雜的一個轉接線 我才能夠把 把平板那個 畫面 轉接到手機 轉 轉接到電腦螢幕上去 而且要怎麼操作啊 我還沒有試過怎麼用手機 平板去控制電腦螢幕 這我還真的不知道 雖然我號稱是一個能夠跟上 時代發展的人 但是有些東西我還真的不知道 好是這樣嗎 一般的手機 說明書 平板說明書會教你這個嗎 我買了一台電子爐 我都還沒有看到它的說明書 我現在新家裡面堆滿了說明書 不是我買的所有東西都有份說明書 然後目前我把所有說明書全部堆在一起 然後我完全不想看它 好像好複雜的樣子 而且買主機的話 我還可以用它打電動 對不對 如果有朋友來我們家 那我有主機的話 我們還可以即時打電動 我只要接個 我只要接個手把 我們就可以即時打電動 好 轉接頭說明書 主機我們可以在網路上看啊 現在很多電視台都嗎 有那個 很多電視台都嗎 有網路版 你那個什麼來著 YouTube打開 就一堆電視台 那種什麼什麼什麼 各種 我們家看電視也其實就那幾台在看 就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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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政論節目 我們家晚上就看政論節目 然後我們要看韓劇 所以這種東西 我感覺好像 網路可以搞定 然後 主機還有一個好處 真的就是它可以用來打電動 而且它可以播 DVD 對吧 所以我會比較傾向於買主機 它要是45分沒有動靜 我就把這個時間砸 不是啊 就是我再買一台電腦主機啊 就再買一台 再買一台桌機啊 就等於說我 就等於說我買了一個超大螢幕 天啊那個電視畫面好像是65吋 我看到以後我嚇一大跳 65吋怎麼那麼大一個電視啊 嚇死我了 65吋的電視 然後重點是它說這個已經不算大了 它說這個只是普通 普通尺寸的電視 喔 連電視畫面 我那一台好像只花了兩萬塊還是兩萬一而已 哈哈哈哈 跟我想的其實差不多 有一些片子就是找不到就只有DVD 有幾部真的很棒的影片 所以我還是有收藏 我覺得我應該要想辦法把它們燒錄起來 可是因為它們就好複雜喔 我要怎麼燒錄 但有些片子真的太老舊了 但它真的很好看 噢天 太好了 噢 卡管是有用的 天啊這是什麼監視器畫面嗎 該不會是一個什麼阿飄要出沒的監視器畫面吧 OMG 我只能說這有點可怕 喔這可以這樣看 拜託不要轉出什麼可怕的東西我會害怕 我忘記我買的牌子是什麼 反正是一個便宜牌子 對阿我想 就是我想把它烤成那個 就是烤成 烤成那個 影像檔還是什麼 那S又是什麼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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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我們真的找到了 你看這個形狀 這絕對就是 這絕對就是 那一座塔上的另外一個形狀 你可以多買幾個硬碟 你就可以有D EFG 你想要什麼草又有什麼草 你想要什麼草又有什麼草 什麼 你們是怎麼正 我的重點是 我現在不 技術上 有一些無法克服 到底怎麼燒路 可是我現在面對的困難 技術上的問題 咳 咳 那我只能說我的電腦跟你們比起來 我的電腦就空蕩蕩的阿 呵呵 我的電腦跟你們比真的空蕩蕩的阿 什麼都沒有 我也不聽音樂 我的電腦也空蕩蕩 而且遊戲玩過我就會刪掉 我已經不懂你們年輕人在想什麼 跟我是不同的世界 跟我是不同的世界 又到了這個熟悉的畫面 咳 咳 欸等等我應該有說吧 我下禮拜一 不在喔 我下禮拜一要 去出差喔 我禮拜一要去台南出差 晚上要住在那邊 然後禮拜二 禮拜二不知道幾點會回來 希望是不要太晚 所以禮拜一是一定不會開 因為禮拜一不在 但是禮拜二應該 應該有可能會開 並沒有 沒有這個怎麼可能掉紙 沒有 我房子都買了 掉什麼紙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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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去開會 去延期 就一個沒有人要去的一個延期 然後就找我去 那沒有辦法 必須只能同意的那種延期 不會做這種事情的房子都買了 其實也不是不能掉 但是目前 可能 目前並沒有想要掉 哎呀就是去延期去開個會 聽人家說說話 就是那種主角不是你 這主角不是你 你只是去旁聽 我已經準備好要帶書過去看 就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就當去那邊 去那邊念兩邊的書 反正我的 哎呀我就必須要說 我買的那個 我訂了那個 德語的那個 語言學習雜誌 然後它是月刊 所以我每個月都會收到一本 語言雜誌 然後我現在 我現在我還在看去年的十三月號 就是它有 它年底它就附贈一個號碼 所以 我現在還在看去年的十三月號 然後現在它這個月都一定要記十月號過來了 然後我還在看去年的十三月號 你看我該怎麼辦 欸我在想我打開這個是不是它就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那個 如果我只開這個的話 它是不是另外一個結局 然後兩個都開是不是又另外一個結局 我在想這樣子 這就是個什麼 怎麼全關了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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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就是都是抽時間看 那你看語言學習雜誌 你又不可能像看一般的書這麼快 你總是需要思考 欸這個門剛剛跟那個門是不是有點像 它會不會是同一個結局啊 我要 我要去挑戰這個點嗎 還是我老老實實把兩個都剪 先把兩個都剪 先拿到結局吧 不是 咳咳 咳咳 因為我就想說我認真學一下語言嘛 所以我就買了語言學習雜誌 這是什麼發展 等一下 他怎麼好像一次只能亮一個燈的啊 這邊不能調整了嗎 說起來我手上還有一個螺絲起子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了咧 我以為他是可以兩個同時打開 但這樣看起來好像一次只能開一個 那我們 先試試看開這個的結局好 看是不是一樣的結局 一樣的結局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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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就跟刚刚那个一样啦 他们如果打开传送门会有什么东西在等待 他一直在等待 然后现在他已经抵达这里了 蛤 所以我们是打开这个什么的吗 这是第三个就是我们打开了一个怪物之门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就要做到的就是 我们要解开第四个谜啊 怎么办呢 我们要不我们再试试看因为 我觉得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把能拿的东西都给拿了 先试试看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还没有拿到 不管 先冲再说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要做到让两座灯塔同时发亮 我觉得肯定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刚刚做的都是 一个是左边灯塔亮 一个是六边灯塔亮 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两个灯塔都亮 所以我觉得第四个结局就是两个灯塔都亮 就是第四个结局 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把两个灯塔都亮 我们刚刚点那一个灯塔 另外一个就熄火了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反正我们一个是放出了可怕怪物 一个是我们搭小船逃出了岛屿 一個是我們被困在 一個是我們被困在那個 困在那個 困在那個那個那個方塊裡面 永遠被關在方塊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結局是什麼 我還是看實體書 因為有的時候有些場合 你拿手機出來的不是很好 比如說 開會的時候 拿手機出來就好 聽演講的時候 沒有這是一個觀感問題你知道嗎 一個觀感問題 啊舉個例子好了 舉個例子好了 跟我沒有關係 比如說假設 如果有一個學校老師 假設 比如說有個學校老師 他在開會的時候 拿手機出來 比如說開校務會議好了 對不對 或者說 假設有一個學校老師 他在監考的時候 拿出 手機出來 哈哈 咳咳咳咳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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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錯了 學校老師開會 這絕對跟 公司開會 是不一樣的概念 學校老師聽演講 他也絕對 也絕對是跟 外面民間演講 不一樣的概念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屬於 職業的那個 職業的差別 可是你就想嘛 如果今天 學生在考段考 然後有個老師 在監考的時候 拿出手機在那邊滑 然後你說 你說 喔不 他在看學術資料 這個有的 學生會相信嗎 對不對 但是 如果你今天 是拿一本書出來看 那你就可以說 你在備課 你在充實自己 呵呵 你就可以說 你充實自己啊 沒錯 我說的有道理 咳 沒有 我說的不是我 我剛剛有強調 這跟我的職業沒有關係 呵 所以我想要表達就是我們 這個 有的時候你這個 老師的 老師的行為 會影響到那個 會影響到很多的觀感 所以跟我 沒有 跟我沒有關係 我再講這樣子 跟我沒有關係 以上 只是代表 我觀察的結果 並不代表 本人世界的情況 所以有的時候 還是需要實體書 那我真的能說這個真的是隨便轉轉 就過了 我真的能說這個真的是隨便轉轉 這就是剛剛的觸手怪結局 那我要來看看 唉呀別傻了 老師只是不想抓而已 我跟你講 老師在上面看的其實超清楚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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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不想抓你而已 你們有 有興趣你們上講台上做一陣子 你們就知道了 跟我沒有關係 但是我要說 老師其實是看的到的 不是 吃創作譜的時候你 再怎麼遮大家都會知道 他在講什麼東西啊 你看 剛剛那個圖的觸手比較多 所以他就把觸手怪放出來 欸為什麼你看你這個又關了 欸 等一下 我終於發現了這個螺絲起子的用途 哇塞我的天 這個結局看起來超不吉利的欸 這個結局看起來超不吉利的 我的天 我的媽呀 這個感覺比觸手怪放出來可怕 一顆神秘的星球 蛤 什麼 我就到了這個一片 莫名其妙一片皇上的星球 蛤 怎麼辦 這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 我怎麼覺得這個結局好像更坑呢 這個結局怎麼好像比前面的結局更坑呢 他就說你找到了所有的結局 沒有啊 他看起來就只有四個結局了呀 我怎麼覺得好像有點坑坑呢 那我們就結束了耶 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 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明天來玩什麼遊戲 先跟你們預告一下我們明天玩什麼遊戲 哇塞但是我覺得我好厲害喔 我居然把所有的那個結局都打出來了 太厲害了吧 你們接下來想看哪一種啊 我們現在已經玩到T字頭了對不對 T開頭了 我看看有沒有活潑一點的喔 天啊這結局怎麼一個一個一個可能 啊有一款也是解謎的 你們還想看解謎嗎 還是我們 跳到U開頭呢 我看一下U開頭的 嗯 以為看起來像是兒童風格的解謎遊戲 有點可愛 這個遊戲怎麼那麼可愛啊 天啊 太可愛了吧 好休閒的我的天 嗯 好這這這這這塊好像也可以 好這這這這塊好像也可以 的位 也有一款動作的橫軸動作遊戲 我好像沒有你說的遊戲 沒有我沒有那一款 我沒有那一款遊戲 沒有 然後你那天說的那一款遊戲我好像也沒有 對 你說的這個遊戲跟上次說的那一款我都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嗯好像沒有 對阿 你說的這這兩款我都沒有玩過 我也是什麼 是什麼 像找不到 那不管阿 反正明天 嗯明天我們可能要嘛就是開一個 風格很可愛的一個 遊戲 要嘛我們就是開一個 一般的點擊解謎 要嘛我們就是開一個 橫軸遊戲 計劃是這樣 欸不對 這算是R開頭吧 因為它是the room 所以它算是R開頭 算嗎 我們也可以玩一款那個秀壺的後續 好吧我不管阿 明天 明天我 明天我隨機抓一款 明天我隨機抓一款好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子啦 九點了 我覺得九點了 九點了我乾脆我就去 我就去打魔獸好 我就不直播了 我去打魔獸嘍 我們明天玩新遊戲 明天玩新遊戲 你們看你們 我不知道欸 你們看你們有沒有想要看哪一個吧 不然我就隨便抓一款 好啦不管阿 我們這款遊戲算完美的結束 我等一下再看看你貼的這個 這個這個人為這一款 如果有的話我再把它加進我的願望清單 好啦走開啦 晚安晚安晚安 掰掰 你會想看哪一個 好嗎 我遇見你 我先在那邊 我先在那邊 你快點 吃我 你會想看嗎 你吃我